下面讲解网口通讯 我们网口通讯是以太网通讯 使用的协议为PCBIT 首先我们需要将控制柜 和我们的上位机通过纺线连接 控制柜的接口为X25 那么这里面的上位机 我们用PC来代替 首先我们需要对上位机 也就是PC进行网络设置 我们点击网络设置 点击以太网 点击更改视频器选项 点击以太网 右击属性 点击TCP IPv4协议 点击属性 将自动获取IP地址 改为使用以下IP地址 我们输入我们约定的 IP地址 此网研码使用默认即可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约定的IP地址 需要和机器人保持在同一网段 也就是前三位保持一致 那么后一位需要不一样 不然会冲突 点击确认 点击关闭 那么这时候上位机的 IP已经被我们设置完毕 我们需要打开网络调制助手 网络调制助手可以在网上进行下载 我们双击网络调制助手 那么下面我们演示 上位机作为服务器类型时 我们需要点击TCP Server 那么这里面的主机地址 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上位机地址 本地短口号 我们可以设置和机器人 一致的短口号 这里面要么输入3888 点击打开 即可等待机器人的链接 机器人需要建立如下程序 和上位机建立通讯 新建一个程序 首先需要声明一个套节制变量 设置机器人IP 这的IP里面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为机器人的本级IP 需要注意的是 机器人的本级IP 需要和上位机在同一网端 最后一位的数字 需要和上位机不同 第二个为网关 第三个为质网研码 这里边的质网研码和我们的上位机保持一致即可 在RD设置后 我们需要使用connect来连接服务器 这边connect需要搭配外的IP使用 connect connect返回值为BOR型变量 当返回值为TOO使表示连接成功 当返回值为FORCE使表示连接失败 connect第一个变量为我们扣节制变量 第二个为服务器的IP 也就是我们机器 也就是我们电脑的IP 第三个为约定的端口号 为了方便判断是否连接成功 我们需要在下面使用打印指令 当我们消息栏写是connected 就表示我们已经连接成功 下面我们可以将其加载 运行 可以看到我们的程序顺势顺利运行完毕 表示我们连接成功 另一种 当上位机作为客户端 机器人作为服务器时 我们需要对这里面进行设置 将协议类型改成tcp client 然后远程主机的地址 需要是改成机器人的地址 端口号需要保持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将机器人运行过后 我们点击连接之可 那么此时我们需要对上一个程序做修改 所以我们需要将connected 修改成accepted 那我们的seted ip不需要改动 需要将accepted后面的ip改为机器人的ip 此时我们已经可以连接 为了显示我们连接效果 我们可以在顾面加一个点时 因为当程序运行完毕时 我们默认是断开连接状态 我们可以运行 当机器人开始运行时 我们需要点击 连接 被发现了 我们的网络呢 是不是已经完毕了 上位机做服务器 机器人做客户单 或者上位机做客户单 机器人做服务器的两种通讯方式都可以 下面我们只以上位机作为服务器 机器人作为客户单 也是连接通讯 当通讯建立完毕后 我们需要收发数据 机器人 机器人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我们可以使用 Write Write 可以发送 字符串 或者字节组 下面也是发送字符串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字符 字符串 我们需要在 Write 后面 写上我们号节字变量 和相应的字符串 也可以发送字节组 生命一个字节组变量 这里发送字节组需要注意 单位字节组时 我们需要写入该字节组的程度 这里Write 也需要搭配Valium就行 Write 则返回直为Write 当发送未完成时 返回直为Force 当返回直为Tool时 表示发送成功 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运行 可以看到我们此时 接收到我们刚才发送的程度 当我们的接收设计 相处为 acdum 我们的字节组出现浪漫 然后我们变化 我们切换到 十六进去时 我们可以在发送的里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的 字节组出现浪漫 我们Reader可以读取上文字画的数据 我们Reader也可以读取字符传 以及字节组 首先我们需要声明字符传 我们Reader可以分一个字符传的长度 也可以读取字节类型 我们需要声明一个字节组 注意我们的字节组也需要读取相应的长度 我们Reader也需要搭配Reader until 当读取成功时Reader返回为True 读取失败则返回为False 便于观察我们下面需要打印Data和D 所以我们来验证发送字符时 我们将其他屏蔽 我们运行 那么这里面我可以给我们机器人发送一个三个长度的字符 此时机器人能送到发送的字符 下面也是上位器给机器人发送的字符 上面也是上位器给机器人发送的字符 下面介绍我们的案例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机器人视角一个点 然后通过上位机发送我们xy的便移区 然后用直线运动运行到另外一个点 那么这里边我们选择将上位机发送含有xy 最便移量的字符 而rader是类似的 那这里边的rading 这个接收的类型只能为字符串类型 让它接收到vivo的中指符时 则停止接收数据 scan from 可以将我们接收的字符串 分别复制给我们后续的变量 那么可以定义一个分隔符来分隔我们相应的字符 然后我们机器人形成至参考点 然后运行直线运动至上位机发来的偏移量 此时我们将程序加载入行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网络调入手已经接收到ok 那么此时我们可以向机器人发送偏移数据 这里面我们向机器人发送偏移 x值为150 y值为200 y值为50的 全部中指符我们给一个o 我们点击发送 我们看到机器人已经移动了相应的距离 本次案例结束